好,那現在就換你們了 試回答下列問題 龍曆十五,夕陽西下,NU的多餘 龍曆十五,夕陽西下,NU的多餘 假音上有幫你畫好地球,畫好太陽 我故意畫的跟前面的太陽的位置不一樣 那是要告訴你太陽畫哪裡 很重要,那至於地球要怎麼轉,就隨你高興 很高興,來,所以 龍曆十五,夕陽西下,NU的多餘 龍曆十五,夕陽西下,NU的多餘 月亮在哪裡呢? 龍曆十五,夕陽西下 好 有人有答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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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無問題嗎? 可以嗎? 龍曆十五,就是旺,對不起,大家沒有提 碩跟旺對不對? 平常考試,碩是一個點,就是某個時刻叫做碩 如果挑遞的時候是某一個時刻叫做碩 比如說十二點五十九分叫做碩 正好走到那個點就碩 可是我平常就會告訴你說,初一就是碩 十五就是旺 但是現實生活中不見得十五就一定是旺 旺的一段的時候不見得 所以有時候快到中秋節對不對 有的時候你聽到中秋節的時候 那個新聞報導跟你講說 哇,今年月亮最大最圓的時候 不是中秋節那一天,是第二天 或是什麼,就表示旺是落在八月十六 知道嗎? 所以現實生活裡面旺不見得是落在十五 但是我們考試的時候 十五就是旺,農曆十五就是旺 農曆十五就是旺,農曆初一就是碩 好,我們經常考試這樣考,初一就是碩,十五就是旺 所以農曆十五,夕陽西下 會扭在哪裡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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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答案嗎? 帥哥答案,你答案是什麼? 沒關係啊,錯一看 你現在不會行,現在錯都沒關係 你以後睡就好了啦 學校考就睡就好了 你先什麼? 沒有答案 答案沒有右邊跟左邊 只有東邊西邊南邊北邊 你現在左邊會有問題啊 北半球南半球不一樣啊 聽懂我意思嗎? 我說這個要做右邊 南半球這個要做左邊啊 不一樣啊 沒有沒有沒有左邊右邊只有 中西南北 這個答案都是中西南北 這個答案都是中西南北 這個答案沒有左邊右邊 這個答案只有中西南北的 這個答案只有中西南北的 你也沒答案啊 你也沒答案啊 我還要再撐個三分鐘啊 我還要再撐個三分鐘啊 來,老師說第一步畫地球畫太陽 想一想幫你畫好 第二步讓它會轉 看你要知道它怎麼轉 誰變成 然後來第一步 畫農曆十五的月亮 你要把農曆十五的月亮 你要把農曆十五的月亮 要畫哪邊? 畫完第二段 夕陽西下的時間 那人在哪裡叫夕陽西下 然後呢 問你給你幾周五的 看看那個月亮在哪一邊 然後你怎麼知道中西南北 老師說方位看誰 地球四爪 地球怎麼轉 北極向下看 五極時鐘 游西 向東四爪 南極向下看順時鐘 但是還是游西 向東四爪 OK 還是向東四爪 是一樣的 帥哥你答案 你選新邊很好 我會喜歡 一個選東邊一個選西邊 你也會對對不對 你也會對對不對 你也會對 你有答案嗎 你選東邊 2比1了 有沒有 你也東邊啊3比1 你有答案嗎 你也選東邊 哇4比1了怎麼辦 你要不要太簡單 他叫你寫的 有別跟他寫的不一樣 也許你是隊長 有時候大家都錯 你跟隊員是不定的 好 我可以 我可以公佈答案了嗎 我可以公佈答案了嗎 答案叫做 老師說 老師說 第一步 怕地球怕太陽 有問題嗎 老師說 第二步讓地球會長 有問題嗎 第三步 題目要求你們做什麼對不對 題目要求 龍力十五 哇 上下左右 哪邊叫做龍力十五 六 六 很好 好 夕陽西下 時間要黃昏 上下左右 藍底兜魚叫黃昏 下面嗎 上面嗎 上面嗎 上面 上面喔 上面喔 你居然會選 那表示你是負負責任且對的 對 下面 你 你的人畫錯了 居然答案會對 表示你是負責任 正好狗屎運賽道賽對了 這個圖 左邊是白天 右邊是晚上 看得懂嗎 這個圖 左邊是白天 右邊是晚上 右邊是晚上 看得懂嗎 然後這樣轉過來 是不是下面才是白天進晚上 好來 再來問方位 A New 地 都尾 方位 問題嗎 老師說方位要看誰啊 地球 地球自轉 你又怎麼轉啊 游西 向東轉嘛 所以 A New 地 都尾 東邊嘛 所以答案叫做東荒地平線 這樣可以嗎 這樣子 可以嗎 OK嗎 很好 我喜欢的侠乙梯 农历十五的月亮何时升起何时落下 老师刚才有教问升起落下的小技巧 啥个小技巧 连到地球写个梯 顺着转动方向升起落下 连到地球 找到那个N在哪里之后 连到地球写个梯 然后呢顺着转动方向就升起跟落下了 升起跟落下了 OK 好 好 所以农历十五的月亮何时升起何时落下 何时升起何时落下 我们农历十五望的月亮 旺旺旺旺旺月亮何时升起何时落下 可以了嗎? 太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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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事 真的要什麼工事 我待會兒全部結束了 我待會兒問你還有辦法可以 我待會兒問你 好 好 你我跟你講 你不能夠這樣子 你不能夠以為 每次都運氣這麼好 復復都會折腎 那個 為人畫錯為答案非常會對 可是一人畫錯 那個東西又捏倒 就這樣就這樣就這樣 就這樣就這樣就這樣 好 帥哥美女有答案了嗎 有 答案什麼 職業生起正午落下 很好 職業生起正午落下 非常神奇的答案 哈哈 哈哈 起碼他太陽起了 黃昏生起清晨落下 你咧 跟他一樣 你咧 清晨生起黃昏落下 很好 這答案呢 會 會 比較有可能性一點 你咧 還沒有答案喔 你咧 清晨生起 很好 你們 我現在 我沒有看到你們怎麼做的 我沒有看到你們怎麼做的 其實你們答案是 清晨生起黃昏落下的 你們一定是有個地方 弄顛倒的 弄相反的 但是我不知道你們哪邊弄相反 答案是 黃昏生起清晨落下 對他們那個倒過來顯得還驚奇 你們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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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 怎麼正午生起 職業落下那個 差太多了吧 來 喂 老師說 老師說 第一步 畫地球 畫太陽 老師說 第二步 第二步 讓地球會轉 老師說 這叫基本動作 每一題都一樣 每一題都做這個事情 都做了 OK 都做了 好 接下來 農曆15的月亮 移動 好 老師說 問生起跟落下的小技巧 連到地球寫個P 可以嗎 好 順著轉 它是不是下面是上去 轉方向是下面上去 上面是下來 看出來嗎 轉這方向 下面那方上來 上就伸上來 下面轉這方向看出來了嗎 下這樣子 地子都轉 所以在下面是冒出來 在上面是沉下去 看出來了嗎 你看 所以下面是升起 上面是落下 那個答案是倒過來的 你這邊弄錯了嗎 對 答案倒過來是這邊弄錯 那請問你下面什麼時候 黃昏 上面是黃昏嘛 所以你們把黃昏跟清晨弄錯了 跟鄭文差距太大了 他跟鄭文差距實在太大了 太神奇了 底下 底下是 他這張圖的是 左邊是白天 右邊是晚上 所以呢下面是白天近晚上 所以叫做什麼 黃昏嘛 上面是 晚上的叫做清晨 所以 黃昏的矮牛是什麼時候 黃昏升起 清晨落下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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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嗎 那個那個 剛剛還寫清晨升起 黃昏落下 你看看你 你知道你錯哪裡 你看看你錯哪裡 好 好 最後一題 有沒有 動腦實現最後一題 下弦樂 哪邊亮哪邊啊 下弦樂 哪裡亮哪裡啊 就是東明西岸西明東岸南明北岸北明南岸 這個答案 大神A的A亮哪邊是亮哪邊是岸 有南明北岸嗎 他一定會想辦法製造出四個選項 比如說他可以寫通通都亮 或是通通都暗 有啊 滿月是通通都亮 那碩士通通都暗 碩士通通都暗 所以可以通通都暗 所以可以通通都暗 那他怎麼寫啊 他可以寫南明北岸 等於他可以寫通通都暗 所以反正 反正他一個製造出 四個選項 你寫得對 你沒辦法我們要四選一單選 很好猜的 很好猜的 非常好猜的 好 OK 帥哥美女 有答案嗎 有 誰說沒有 你有答案 好 你答案 你答案東明西安 跟他一樣嗎 對 東明西安 東明西安喔 你都是東明西安喔 真的嗎 有這麼厲害嗎 很好 答案 東明西安 老師說 老師說 第一步 畫地球 畫太陽 老師說 第二步 讓地球 會轉 現在要畫下弦樂 上下左右 都一起下弦樂 上面嗎 對 真的嗎 真的 是 問我哪裡亮 哪裡亮 我就舉頭 望明月 問我方位 老師說 方位要看誰 地球自轉 地球由西 向東轉 哇 哪邊是亮的 東邊有太陽 東明西安 小帥哥美女 獎益的知識快遞 有寫給你看 來 什麼叫做上弦樂 什麼叫做下弦樂 說法一 農曆上半個月叫做上弦樂 下半個月 下半個月叫做下弦樂 說法二 這個去年 怎麼考試有考過 說法二 上半夜 5月12點 已經看到的叫做上弦樂 下半夜 5月12點 看到的叫做下弦樂 說法三 這天背下來 考試長考 西明東岸的叫做上弦樂 東明西安的叫做下弦樂 講一個知患力有稍微 在大家這個事情上看一下 所以 上弦樂 下弦樂 三個說法 先到的 上半個月叫做上弦樂 後到的 下半月叫做下弦樂 好 上半夜看到的叫做上弦樂 下半夜看到的叫做下弦樂 西明東岸的是上弦樂 東明西安的是下弦樂 OK嗎 可以嗎 OK 下面一個是康先生的題目的那個簡單 超級世界簡單題 第一題完全沒有水準 中秋節的月亮什麼月象 滿月 農曆 農曆月15的月亮叫做 滿月 或者叫望月 滿月 8月15中秋節 很好 好 那麼下一題 稍微有那麼一點程度 他什麼時候在頭頂附近 15是望嗎 他問你幾點鐘會在頭頂 什麼時間 就是正午 清晨 黃昏 止夜 哪個時刻 他 望月會在頭頂附近 7點 再一幹一幹 呵呵呵 那我還了 換到 忍耐 那你家的 沒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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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跟他一樣嗎 你跟你的兄弟答案一樣嗎 不一樣的那一位 你知道嗎 你要什麼 你要想一下 你答案跟他一樣嗎 他選職業 跟他答案一樣 你跟他答案一樣 你跟他答案也一樣 不然你就是 跟他還不一樣 他還是什麼私底下 他自己是你 你選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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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誰嗎 你選誰嗎 你選你答案是什麼 你選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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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多不應對良 真的人多不應對良 真的有我 是 是 哈哈 啊 好啦 第一步 做什麼 把地球畫在 把地球畫在 第二步做什麼 讓地球會轉 讓地球會轉 第三步就是中秋節月亮 滿月 不忘了 上下手就拿著 右邊 好來 那要看人在哪邊對不對 因為人 他要在 他要 月亮 那個人的頭頂附近 那 問題是 老師說 怎樣畫 表示頭頂附近 畫在人的 前面 所以 人畫哪裡 右邊 這樣表示 是在頭頂附近 對不對 畫在 月亮畫在 人的前面 這樣表示 頭頂附近 好啦 人在這裡 這個是什麼時候 職業 晚上的中間叫做 職業 職業 左邊是白天 右邊是晚上 晚上中間叫職業 所以 中秋節月亮 大約 何時代 頭頂附近 答案叫做職業 可以嗎 OK